好來那天我在臉書上不就講說清明假期有事做了有沒有 我就PO了這兩樣東西到我們印象 右邊呢這看起來就是一個因緣線 左邊的這個也像因緣線但是呢它有一個封起來的東西 裡面是一個藍牙因緣接收器啦 那當時很多網友也很內行都猜出說大家要幹什麼了 那我們要幹什麼呢 好大家知道旁的現在有兩台E60嘛 第一台530呢它其實原車來的時候就有AUX-IN這個功能 原車你在那iDrive上就有這個選項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插孔 它在這個中傳後方本來就有AUX-IN 所以你今天只要這個插頭插進去 另外一頭呢 插上手機你播KKBOX是什麼 這個AUX-IN呢就可以進入這個原廠的音響系統就可以播放音樂了嘛 好那今天我如果說我在螢幕上選上了AUX-IN的話 我用手機播OK 但是呢如果藍牙呢就沒這個功能了 所以呢我這個Project 1 就我這台530我準備做的事情呢 就待會我們把這個地方AUX-IN挖開來 挖開來之後呢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好看到這個地方 剛好它左右有後方的這個點煙器的電源嘛 等於說這個部位後方一定有電源 電源呢我就直接給提供這個藍牙 藍牙接收器供電源從後面接線 接了之後呢 它這本來是藍牙收到訊號之後呢 透過這一個耳機插孔嘛來輸入嘛 那那時候這樣插嗎 這樣插就不叫全台最帥黑手該做的事情了嘛對不對 所以當然是呢我待會會在AUX-IN後面把線撥開來之後呢 來這個音源喔直接從後面用撥線的方式把它直接input 也就是說這個工作做完以後啊 這個工作做完以後呢我只要我螢幕上選AUX-IN的時候 我也可以用藍牙撥 我也可以怎麼樣從外部插一個耳機孔進去 都會在AUX-IN部分播放出來 這是我的Project 1 好這一部530是原本就有AUX-IN的這個功能 然後呢它這個在後方的這個板子上就有一個X-IN的插頭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呢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呢把這個藍牙接收器 電源先給它 給了電源之後呢我們先配對 讓音源呢先能夠進來這個藍牙接收器之後呢 我們再把音源併到原來的插頭裡頭 來先做第一步 那個第一步呢先把這個藍牙接收器的電源先給 我們就直接併 在這個原來這個點音器的這個頭就可以 這電源就夠大了 就算有よね lon-cho制序 我們就要問這東西 本來acion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這個電源齁,把它包覆好 因為我們不把線剪斷,所以就只好用電火布把它包起來 沒有辦法用熱手套管理 好,那待會外面再用一個束線再把它綁緊 就不會有一般電火布可能熱了之後會脫開的問題 我們先試一下 好,我現在已經按了這個紅火電了,電源開啟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這個藍牙應該已經被供電了 好,那我們用手機來搜尋看看 來,因為這個是我原車的免時聽筒 那現在要再收這個裝置,另外掃描 來,這個SKY INTERNATIONAL 這個應該就是這個新的藍牙接收器了 配對中 好,現在已經連線了 等於說現在呢,這個 你只要播音樂的話呢,它就已經提供給 給藍牙模組 那藍牙模組 那藍牙模組再透過AX IN 進到這個線路裡頭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現在再把這個 音源線的部分 來跟這個原來的線頭 給它並起來 我們看怎麼做 好,首先呢,我們把這個 它原來這個線頭 因為我們現在 透過這邊插的話 應該就已經有聲音了 好 我們試試看,看一下有沒有聲音 好,先把車子 選上這個 外部電源輸入 好,我們現在先用 這個原來的AX IN 這個插進去 但是這個音源其實是由 這個藍牙接收器收的 我們看能不能放 河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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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可以了 那現在就是把這個 因緣線 去跟他 他那個插頭背後的因緣線 給他並接起來 那怎麼並呢 只好撥線囉 來 我們記得做 好 這插頭背後這三條線 他這一個 中線 中線應該是 好 好 然後再把原來的這一個 因緣線 把他剪開來 一樣會分離成三條 那外面的金屬包覆 就是復電 然後呢 左右深道 把他剪開來 好 剪開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也是一樣 他有三條 這個紅白 就是左右深道 然後呢 這個裸露的 這個就是復電 這個就是復電 好 先把這一個 腹肌這條焊起來 好 先把這一個 腹肌這條焊起來 好 腹肌好了 先 先做一點簡單的包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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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剛剛 束縣帶把它綁緊 以免這個電腹部有脫開的可能性 OK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再試一次 我們把電源打開來 好開到紅火電 紅火電等音響啟動 好啟動之後呢 把音響打開來 好選擇是外部姻緣 好現在這個地方紅咪不動了 紅咪不動了待會就是把他直接蓋回去了 所以我們就不動了 好那時候現在只要看手機就好了 好手機呢這個 手機先看一下這藍牙連接的 藍牙連接好了 然後放音樂 OK有音樂了 好音量轉大聲一點 好讓我們把這個 把它藏回去 塞好 然後呢 然後呢 一樣 好這個內裝號 要恢復原狀 好這樣就算完工了 那當然你現在除了用藍牙之外 這個AUX IN 你還是一樣可以用外部音源進入 好等於說音樂會重疊 所以你可以選擇藍牙或者是AUX IN 好理論上來講呢 用直接AUX IN的音源效果應該比較好 那透過藍牙之後 藍牙再轉變成類比 訊號會差一點 但是方便嘛 所以說你可以自己做選擇 你要AUX IN保留 你就繼續用AUX IN 然後用藍牙的話 兩者都可以 好這個E60的改裝呢 提供了各位做參考 遍 4 5 6 5 7 1 9 9